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全家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在中国经济缓慢还有外资流露缓慢的背景之下 持续被认为是稳住外资对中国的语气 紧接着召开的博鳌论坛上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 在年会开幕时上就发表了演说 他强调说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富庶注入强大的动力 并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他怀念各国他从中国发展的快车 不过是一段时间来 许多外国企业在寻求去封线 从中国车子 很多外国投资者 就是绕开了中国了 今天的私交电节目就围绕着 中国高层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博鳌论坛 2024年的年会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邀请的是 实陆评论家徐明基先生 给我们点评和分析了 徐先生您好 徐老师好 这个开始呢 就是说高层论坛是先开的 不过好像基本的内容 是要引进投资方面的内容 比较多一些是吧 是的 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大家都知道 去年当然是达到了5%是不错 但是呢还是有点趋缓嘛 所以说呢 还要注入一个强心计 那么这个呢 当然也是希望呢 就是外资能再回来 因为呢 过去但有种种的原因 那不只是什么房地产地方债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有关这个保安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很多外资呢 就撤离了 对关系法呀 所以说呢 希望能再回来 那么先举行的是这3月24到25号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对 2024年会 这次年会呢 当然外宾来了很多 来了这个我看是有110位 那么这里呢 有包括什么装备制造啊 金融保险啊 高科技半导体 医疗健康等很多的跨国企业 那么这里呢 有美国企业的CEO呢 有超过30多位 这个比想象的是要多一些 对 然后呢 今年呢 嗯 又多了一些这个朋友圈 新来的也有这10多个人 对 所以说呢 这次比这个之前比的话呢 是规模上啊 或者是在这个人员上呢 是稍微稍微多了一些些啊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 他们是不是能对中国的恢复 他们的投资的信心呢 这个呢 还需要关注 是啊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中国呢 希望啊 不管是通过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也好 这个博鳌亚洲论坛也好 希望嘛 就是外企能够再度回来 主要是投资方面的 对对对 最重要的呢 还是 是 焦点还是在这里 这次的那个高层论坛啊 或者是博鳌论坛之前啊 就是23号在香港 就是正式实施了那个国家安全法 就是过去23条的那个积分法 23条的内容 之后呢 好像那个对外媒体来看的话呢 好像对中国的经济投资啊 或者是未来 看的不是很热观 的情况之下就进行的 所以前后的对比比较明显 是啊 所以为了这个 好像这个 而不是这个 习近平主席跟这个 拜登总统有通电话 也讲过这个有关香港这一份 是 因为这个呢 中国一直强调 这是 这跟中国主权有关 不是50年不变吗 不是台湾设港问题 设台问题 都是跟主权有关 那么这么说的话呢 就是 当然这个表达的是表达 忧虑也好 怎么样也好 但是呢 各说各的 没有什么结论 是 不过呢 看来啊 香港不是以前 就是国际金融中心 尤其是在亚洲方面 是最零先的地位 对对对对 不过呢 最近看来啊 香港的那个 撤制的那个情况 比较严重 加上就是 这次的那个会议当中啊 就也是特别常调的 是引进外资的东西 比较多一些 对 所以说 现在香港的过去 在这个就是亚洲金融的地位 现在呢 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动摇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 这是不是往新加坡 更往那边集中 但是呢 现在有很多新兴的市场 像韩国也是 想说能不能利用 就是在 在这种情况下呢 韩国在这 在金融这方面呢 就有看它的底牌了 有没有空间 所以现在想是这样想了 每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算盘在那边打 是 那好 那今年的那个 波澳那个亚洲论坛 主要议题是什么呢 也是跟投资有关吗 这一次这个主要议题啊 嗯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他先讲讲看的话 他的主题呢 是这个亚洲与世界 共同的挑战 什么共同的责任 这是主题 那么这个 主要的他这个议题呢 他设立了四个 就是一个是世界经济 另一个是这个科技创新 还有社会发展 国际合作 这个四大板块 然后呢 有这个数十个议题 在下面 然后这个有四十多场 这个分论坛的活动 在这里 那么现在讲 这是四大个板块 一个是世界经济呢 就是希望呢 能为世界经济呢 注入新的活力 就是增长 这个激发增长 这个新的动能 是科技创新呢 就是开辟 未来新景象 科技创新 最近我们最常讲的 就是AI嘛 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所谓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 这一块呢 大概也包括在这里 还有引人瞩目的是呢 这社会发展 这里呢 聚焦的是什么呢 就是养老和这个医疗健康 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老龄化问题 当然这个说说 韩国哪边亚洲比较严重 但是呢 在世界各国 也都不容乐观的事情 所以说怎么样 能这个 就是在养老这一方面 能怎么样的安排好一些 还有一点呢 就是人呢 这个现在就是 需要能健康的长寿 不是说只是长寿 所以那么这样的话 那个医疗方面 大概也有一点挂钩 还有一点就是 国际合作 这个是中国强调的 就是说要怎么样呢 就应对共同的挑战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然现在这个 中美之间的博弈 对吗 当然大家都说 说的都很好听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在这私底下 都是在这个 就是勾心斗角 在打来打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方面强调 就是说 因为有些什么 一些什么壁垒也好啊 什么这种东西呢 这不应该的 或者是霸权主义啊 什么 所以中国在讲这方面的 那么这个美国当然是不同意 对 但是在这方面呢 中国呢 在通过这些就是论坛呢 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一次这个 其实发表主旨讲话 讲话的 应该是这个 国务院总理 国家主席 或者是就国务院总理 但是这一次呢 是排第三的 人大这个委员长 赵乐际 他呢 在发表演讲 所以有人说 哎 这个规格是不是低了一些 对 但是呢 不管是规格低 还是规格高 但是呢 这个赵乐际也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应该要应对霸权 要这个保护主义 是要 就我们这个门呢 会越开越大 希望嘛 就是刚才也说了嘛 希望各国呢 能再到回到中国来投资 是 这个李昌总理不出席 也是比较例外的 就是三月份两会结束之后 就是全国人 在那个工作报告上 传统的规格 这个规矩来讲的话 总理有记者交代会 对 不过今年也取消 未来几年也要 不做这方面的东西 那可能在内部有点什么 听说是那个 他个人的一种性格 个人的性格 不大喜欢就是在公众面前 就是出面的 这样的 可是这个跟这个 个人的性格 跟这种国际性的活动 应该是不应该 是 因为是这个也是一种机会 跟那个对外的交流 或者是了解的 那赵拉基博外论坛上的讲话 当中也是刚才你前面也讲了 那个霸权霸道 这些东西 他为什么特别常调 这种全球安全 他是说 他在演讲中说 当今世界 这个百年变局 加速引进 世界经济 复苏乏力 矛盾冲突 接踵而至 霸权霸道 危害深重 这里的霸权霸道 当然没有讲明是谁 但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而且是中国人最讨厌的一个词汇 就是霸权霸道 还有和平与发展 面严峻挑战 那么这个展现出了 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满 对吗 所以说他要推进倡议 一种新的 就是有着中国式的一种方式 他说是团结协作 携手应对共同的奉献挑战 还是保持零和思维 把世界推向分裂对抗 两个里面要选一个 那么当然他的答案 不要这样做 选边的不好 所以希望就是说 当然在希望是美国能够合作 但是当然在各个方面 尤其是在双方争议 这个博弈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什么军事也好 半导体甚至汽车 什么电池这方面 现在都 所以说现在就合不拢的 现在情况 看来就是贸易方面 尤其是那个什么壁垒 贸易壁 还有那个什么一些保护贸易主义 或者脱钩断联的那种情况 强调的比较多一些 可以说是跟前面讲的 那个高层论坛的一个情况 跟这个亚洲博物论坛的那个情况 大致上是目的是一样的 那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 您认为是怎么样 当然刚才也说了嘛 就是有关这个房地产 还有这个地方债 还有呢 就是这个外企的 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这个丧失了很多 所以说在这方面要恢复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像这两个人说的话 就比较有意思 一个是这个美国 这个桥水基金创始人 这个达琉 他说说目前这个中国的金融形势 非常严峻 他说因为很多人呢 都在承受着这房地产价格下降 还有刚才说的股票和其他投资 这个价格的下降 就业利润下降 那么这个员工的这个薪酬下降 等等呢 带来的这些就是负面的财富效应 所以说如果这些问题呢 得不到妥善的解决的话呢 将导致个人的情绪更加低落 这样的话呢 就中国经济呢 会更往下挫 所以他说 这为解决这个债务和这个通过紧缩的问题呢 他说是要去杠杆化 还有同时呢 要放松这个货币政策 就是对中国的一些货币政策 他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他说要使这个通过紧缩和通过膨胀呢 达到这个平衡才可以 不然的话呢 这个未来在中国经济呢 可能一直是会悲观的 有这种一个想法 还有一位是这个美国财长耶伦 耶伦他说这个中国向全球这个输出产能过剩呢 不仅影响到美国 而且也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这个经济韧性 所以他说他计划 他下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 要跟中国谈 这方面的问题 这里呢 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他中国的产能过剩啊 是 这个扭曲了这个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 损害了这个美国企业和工人 当然美国还是照着在美国那边的立场来说嘛 但是也损害了这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 所以他说呢 这个别企业面临的挑战呢 可能导致这供应链其中 而且呢 从而对这个世界经济韧性呢 产生负面的影响 所以说现在都对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些金融措施 或者是一些政策方面呢 都持否定的立场 所以说要这个呢 要跟中国方面再谈 像那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通电话的时候 也说欢迎 中国方面说欢迎这个耶伦访问嘛 访问中国 那么那个时候访问的时候呢 耶伦就肯定要谈 是 这个问题就是说对这个中国经济呢 现在就是抱的比较怎么讲 就是比较不太乐观的 但中国说是会注入更多的这个就是动力动能 但是呢 好像并不这样 还有一些就是外国投资者呢 对中国的这个反间谍法 刚才说的话一些 还有出境禁令 还有这些一些什么突击检查公司搜查的这些 对这种呢 他们一直是感到很大的负担 也觉得这是一个风险 所以这种要去风险 所以他们说去风险呢 不只是有关这个就是什么 什么经济疲软 这是另外一回事 在这些方面呢 他们也觉得说 如果说没事 他们就来查我 就来压我的话 那么在中国做生意是不会那么容易 是总的感觉好像1930年代 就是国民党跟国民党 共产党之间就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那种情况 一方面是谈啊 一方面是打 就是打压就是他们的什么 维护国家安全法呀 或者是什么对外关系法呀 或者这种东西 同时也要引进外资 所以这就比较矛盾一些 就刚才讲的呢 香港也是一样 对 香港问题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是像 如果说美国跟中国这两方面呢 当然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但是说可能能合作的地方 当然说是合作 那么其他呢 能合作的现在空间并不很大了 所以说除了什么气候变化 像这种当然要合作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呢 现在连世界什么就是安全也好 安全形势也好 尤其是什么半导体啊 像这种这些呢 一直在冲突嘛 所以这个也找不到什么一个突破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谈是谈 然后这次刚才也说了嘛 哎呦 这个美国方面这个企业CEO 30多人来参加 我觉得算不错啊 美国也来那么多人 不过他们公司都是业绩 最近不怎么好的 不怎么好的 而且呢他们也是现在在 就中国有扎根的嘛 对 所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对他们也是不利的嘛 是 其实那个达里尔说的那个什么火币政策呀 通话政策呀 这个说是比较容易 但是美国不将戏的话 中国也很难采取 对呀 所以说这个哪时候能谈好这个 我们当然很难这个下定结论 但是呢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双方只是在说自己的 没有说是真的 肯切的 双方呢 在坐在一起 谈哪些事情 真的为了这个事情 大家会互相退让一步 好像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退让一步 这种感觉在那里面 是 所以说 就是跟这些直接的利害冲突 无关的东西呢 当然 哪有我们都合作 对对对 但有关的话呢 现在都不 就是寸步不让 好像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其实啊 我怎么看 就是说 比较担心的是 除了那个耶伦之外呢 就是耶伦走之后 可能马上要 布林肯定要来中国了 对 这个中国方面也是说 希望他来 欢迎他来 不能不说 可是来了以后能谈什么 是 其实最近呢 在美国国务卿访世界各国嘛 那他到 其实最近去中东也好 以色列也好 其实他也没有导出什么成果来 对 对吧 所以说 以前一说是美国国务卿的话 出去哪里都好谈 是的 现在不比过去 所以说不只是 跟这个就是 中国什么以色 现在到欧洲去也是 也不一定 像过去那样 所以美国这个 当然他有他的立场在 但有的时候呢 他的立场跟 这个欧洲一些欧盟的国家 也会发生冲突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很难 对 除了那个事情之外呢 还有一点 值得关注的是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跟那个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也通了电话 刚才前面也讲过 但是呢 这个拜登跟他说 不要干涉我们的那个选举的情况 好像又有这句话 这一般呢 现在是这样 现在的选举 过去呢 就是你们国家选举 你们选吧 是 除了第三世界之争国家 这个有一些势力在干涉以外 但是现在呢 不是了 现在通过 种种的其他间接的方式来干涉 是 是 这确实有 不只是说 你说现在韩国马上选举了 也是一样 是不是北韩那边也有一些介入 或者是中国 或者是美国 这个 大家都这样讲 对 所以大概美国方面也是带有这一方面 因为上一次选举可能 因为有这俄罗斯介入 那个美国选举 也有这种情况在那里 所以说 好像说事先要 要把它讲清楚 然后呢 就不要介入 好像讲是这样讲 但中方当然肯定说 我们绝对不会介入 也没有介入 是 这讲就是这样讲而已 我想 看来啊 好像是这几天 就是 为了中国方面啊 好像发生了不少事情 刚才也讲了 那个高层论坛也有过 还有那个博奥亚洲论坛也有 还有就美国的那个财政部长耶伦 还有布林克 还有美国总统 还跟那个习近平通电话 加上那个马英九 台湾前总统 他这第二次去 他带二十个学生去 好像是去观摩什么 是 个问题是 他这个最后一战 是北京 是 那么到了北京以后 是不是有其他的 这个是不是会给民进党 新这个当选的总统 赖青的给他一个什么 一个间接的信号 也不一定 不过那个最近台湾发生了一个 华联地区的地震之后 对对对 也有可能有一个见面的一种纽带 是 可是我看这个短期内是不会有了 而且呢 这个这一次马英九区 能不能见到习近平 这也是 说不定 很难说的 今天的四十小天节目啊 就是谈那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和那个博奥的那个一些内容 加上那个台湾跟那个中国大陆 两岸之间的事情 今天我们还得要继续关注 今天的四十小天节目到这为止 谢谢收看下周见再见